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9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网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朝鲜战争70年 虚假的战争 两代人的欺骗 今天是一个有新闻的时段,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新闻呢,然后把我们 看到的 一些欺骗的,虚假的 和在我们的脑海中 沉浸的一些东西翻出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么我会在 未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这么做,就是 把原来中共 编织的一个虚假的语境 把它给打破,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那么先讲新闻 10月25号是中国官方纪念这个抗美援朝70周年的纪念日 10月19号下午中共 中共七常委加上王岐山 参观抗美援朝70周年主题展 那么七常委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 赵乐极、韩正 王岐山 王岐山最近有很多 对他的传言,结果王岐山又出来了 又把那些传言又粉碎 那么我跟王岐山没关系,我先郑重声明一下 有些人在攻击,又说我经常保护王岐山,没这回事 我只是说,外面针对王岐山的系统性的攻击 肯定有原因,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 肯定有原因 新闻继续 习近平说,70年前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 中国党和政府毅然做出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高举正义旗帜 从朝鲜人民军 从朝鲜人民和军队一到,舍身忘死,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 伟大胜利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视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卫和平,一个是反抗侵略 一个是保家卫国 然后就是,没有保家卫国,现在不提保家卫国了 然后是取得了胜利 这关键词 保卫和平 反抗侵略 然后是这个伟大胜利 这几个关键词 等一下我们再讲 讲这里面,这几个关键词 全部都是谎言 中共的这个语境里面全是谎言 展览有七个部分,包括正义担当决策出兵 运动歼敌稳定战线,以打触弹越战越强,实现停战 胜利回国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贡献 还设置了一个什么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专题 然后呢,还有谁参观了这个展览呢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书记处书记 人大副委员长,为什么讲人大副委员长很多人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 然后是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员委员参加了展览 这个规格还是很高的 10月16号 《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说 抗美援朝是中国力量的第1次集中释放 来源于中共的领导,中国人民的组织动员和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 并且发出了勿为言之不欲也的警告 警告谁呢 你想抗美援朝警告谁,那肯定是警告美国了 10月12号开始 中央电视台 在黄金时段播出20集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然后9月28号,辽宁沈阳为117名 朝鲜战争阵亡的中国军人举行安葬仪式 这个安葬仪式是历来规模和规格最高的一次,那么从2014年开始 中国已经从韩国运回了超过700具 志愿军的遗骸 那么 中国曾经三次 发出过 勿为言之不欲也的这个警告,一次是1962年 中印边界 战争 1967年 中苏,中印边界战争是中印之间 1967年 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事件就年轻人不知道,那么是中国跟苏联 发生的这个冲突 黑龙江 黑龙江 1978年中越战争 就是中国叫自卫反击战,中国他有很多语境的 他给他取名字都包含了含义的,比如说 抗美援朝 其实我们叫朝鲜战争 他叫抗美援朝 抗击美军,但其实他打的不是美军 打的是联合国军 但是他就叫抗美援朝 实际上这里面就包含了他的立场 所以他的名字 中共在做这件事情上比他做其他事情都擅长 就是制造一个语境 制造语境,然后把这个历史重新的编写一遍 按照他的需要,我还是那句话 中共 中共他没有事实的边界 就是他的需要来编这件事情 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 但是不是事实,对他来说没障碍,一样编进去 那么9月28号,《环球时报》 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美军胆敢用无人机攻击南沙 岛礁 避招解放军猛烈反击 那么这里面就这么说,他说1950年中国百费戴心 都有勇气 与美军浴血一战,今天我们若面对极端挑衅 和攻击 更不会犹豫 这是 这是某种表态 那中美 中国现在 今天 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七常委江王岐山出来参加参观那个 抗日战争70周年 展览 当然他主要是针对的是美国 针对美国 但是 其实我不想讲那一部分,就是说 中国在做这个动作 他的指向是美国 我不想讲这部分,因为这部分 其实美国人不在乎,根本不在乎这个事 我更想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朝鲜战争或者是抗美援朝,这是一场欺骗 这是一场覆盖 覆盖两代人的欺骗,就是我 我这一代 还有我的父辈 我们的下一代呢,我觉得他们已经离这个很遥远 就是基本上 他们会接触到这个语境,但是现在的这个信息 已经 已经很多了 那我主要是针对 针对我们这一代 和我们的父辈之间的这个欺骗 那么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号 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 直接去攻击 韩国 叫大韩民国 朝鲜 全称叫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记住 只要是共产党 统治的国家,他的话全是反着的 人民民主 就是共产党专政 越国三八线攻击韩国 朝鲜战争是这么爆发的 第1件事情 要搞清楚 基本事实 就这件事情 是朝鲜人民军 发动的 一场 对 大韩民国的进攻 这是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但是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官方叙述是什么呢,就是 南韩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大举攻击朝鲜 战火烧到了,战火烧到了什么呢,烧到了这个鸭绿江边 中国退无可退,奋起一战 打败了美军 迫使美军退到三八线 最终签署停战协定 重创了美国的战略傲慢 这就是中国的官方叙述 中国官方叙述 我一个朋友呢 他父亲是在外交部工作的 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跟他讲,他跟我讲 他说他父亲说,他说我们这一代人被中共骗了一辈子 以前以为 以前以为是朝鲜战争是南朝鲜侵略北方 侵略北朝鲜 那么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其实是 北朝鲜侵略南朝鲜 所以他说我被骗了一辈子 他跟他讲,因为当然 他最后知道了这件事情 当时的中国的老百姓当然一定是没有其他的消息渠道 我的朋友的父亲他因为是做 在外交部工作,所以他应该是在外面的 地方,就在国外看到的这方面的信息 原来是这么回事 当时的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其他消息渠道 新华社 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 南朝鲜侵略北朝鲜,美国也侵略北朝鲜,还要侵略中国 这就是整个朝鲜 整个朝鲜战争 在中共语境当中的核心的欺骗 就是到底这是一场 什么性质的战争 这个欺骗有点像什么呢 跟三年自然灾害是一个性质 三年自然灾害 在606162 606162这三年时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 农村饿死了非常多的人 到底有多少,有各种统计,但是3000万跑不掉 然后城市就大面积的浮肃 领养不良 这造成这个原因 中共把这个描述 成为 叫三年自然灾害 发生了自然灾害 或者是叫 叫什么呢,叫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 那官方给出的理由是 发生了自然灾害 然后是苏联提前要债 逼债,逼还债 大概是 讲这两个理由,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 苏联逼债,但这两件事当然不是这么发生 实际上当年的这个大饥荒是有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58年大跃进 58年大跃进的这个后果 就是对农村的生产力大面积的破坏 大跃进对农村的这个破坏,生产力的破坏 造成了粮食减产 这是第1个原因 第2个原因是什么 第2个原因是因为 浮夸 就是一方面减产,另一方面浮夸,什么叫浮夸 报 报我们这里粮食高产 放卫星,不断地在放卫星 放卫星的后果是什么 以前是要交工粮的 你现在亩产1万斤,那你怎么知道要交个5000斤吧 结果粮食都给 交工粮给交掉了 老百姓没有余粮了,没有自己,连口粮都交走了 那不就饥荒了 这是第2个原因,第3个原因是什么 第3个原因是中共的见死不救,还不让他们出去要饭 连要饭都不行 不让出去乞讨 这是中共最邪恶的地方 所以饿死那么多人 这个我们讲朝鲜战争的这个 中共编织的这个谎言 和这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或者是三年困难时期 的编织的谎言属性是一样的,就是 他从源头就开始 开始撒谎 就是 朝鲜战争核心的问题是谁 是什么,就是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就是金日成 金日成要统一朝鲜 他发动一场统一战争 这是核心的 核心的属性 中共把这核心属性 翻过来 说南朝鲜 就是 大韩民国在攻击北朝鲜 这件事情,而且是跟着美军一起攻击 北朝鲜 我们去保卫,帮助他保卫朝鲜 保卫和平 其实真正的侵略者 是金日成和他的人民军 这就是谎言,核心谎言 那么据统计 大概有18万志愿军士兵在朝鲜战争中上命 然后有20万 韩国 韩国士兵,大约37000 美国士兵 付出了生命 那么朝鲜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呢,我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 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说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 其实 大家知道 1910年,朝鲜半岛就被 被日本统治 直到1945年 朝鲜半岛被日本统治 跟什么有关系 跟这个 跟这个甲午海战有关系,我们以后再讲 从10年 到1945年,45年是日本战败 日本战败 日本战败,日本就退出了朝鲜 朝鲜半岛 因为之前就是 朝鲜跟日本合并,实际上朝鲜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那么45年8月 这个苏联很狡猾的在8月份对日宣战,因为当时其实日本已经 差不多投降了 他对日宣战以后就出兵东北,然后解放了 解放了三八县以北的朝鲜 然后美军在 控制了三八县以南的朝鲜,于是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国家 一个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 一个叫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就是现在的南韩 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现在的北朝鲜 他们边界就是三八县 三八县就是当年 苏联苏军占领跟美军占领的边界 那么50年的 6月25号 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县 攻击 韩国 这就是朝鲜战争的起点,6月25号 当时的美国呢就把这件事情 提交给 联合国 联合国在6月下旬 然后就通过了 通过了82号跟83号决议 为什么能通过这个决议呢?就是因为苏联缺席 苏联这个时候,你看 其实你看这些 共产党的国家其实很虚弱 你看 朝鲜攻击韩国 然后就是美国就把这件事交给联合国 联合国通过了什么决议呢?82跟83号决议就是 首先 因为之前 朝鲜 反而诬陷 韩国在攻击他 所以他要攻击他,说他是反侵略 第1个 82号决议讲的是什么?很清楚 就是北朝鲜部队 攻击了 大韩民国 这是第1个 82号决议 83号决议 立刻停火 苏联 缺席 缺席才通过的 那么要求立刻停火 立刻撤回三八线 然后到了7月7号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84号决议 观察讲82、83至84号决议 苏联又缺席 苏联又缺席 心虚,非常心虚 然后由联合国成员国,16个成员国 组成联合国的军队 组成联合国军 加上5个国家的医疗力量 组成一个联合国军 介入朝鲜战争 那么对支持 大汉民国 从军事和医疗方面 协助大汉民国 那么美军提供了88%的战斗人员 然后美军就 提供了88%的战斗人员 就成为联合国军的指挥 当时就是麦卡瑟 向安理会报告 这就是 这就是整个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 其实 志愿金也好,人民军也好,在朝鲜战争上对抗的不是美军,是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 是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 这个支援 支援大汉民国 这就是真相 那么 战场上的情况是怎样,战场上的情况就是朝鲜人民军 前两个月占尽优势,用了三天时间 攻陷了汉城 就是大汉民国的首都 然后 就是大汉民国的国军就不断的后撤 后撤 到了8月 你看一下6月25号打到8月份才打了 才打了两个月,就是朝鲜军队已经 到了哪里,到了釜山,釜山是个港口 就是大汉民国国军已经退到了釜山附近,已经形成一个环形的防御圈 他们已经剩下最后的一线地方 那么 联合国军9月15号 麦克哈瑟制定了一个初期制胜的一个作战计划 他在 仁川登陆 仁川一登陆 直接拦腰,把这个人民军给拦腰切断 那么整个战局,人民军的防线就崩溃了,人民军就直接就 溃不成军 溃不成军 10月1号 韩国国军越过三八线 10月3号 这个周恩来请 印度政府 转告英美 若美韩 若那个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我们要管 他说我们要管 10月7号 联大通过376号决议,重申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尚未达成 当天 美军正式越过三八线 10月8号 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半岛 10月19号 第1批 志愿军 秘密通过了鸭鲁江 开始 开始参加这个朝鲜战争 那么 当时美军并不知道 这里面有个名称叫 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 其实就是解放军 但是呢 美军并不知道 他因为他面对的是谁 面对联合国军 所以呢 他就不敢叫自己 他也不敢宣战 没法宣战 你宣战 向联合国宣战吗 那不可能 所以最后 最后他就把他 当作人民志愿军 当作志愿者 去参加 朝鲜战争 所以实际上呢 实际上当时是有问题的就是到战争结束之后 这个志愿军战俘是有问题的就是战俘的身份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不是军队 他是志愿军 他不是个国家的建制 不是在一个建制之下 的一个战俘所以其实 关于这个问题是讨论很长时间 那么志愿军就 就没有领章冒灰了因为你你不是不是不是 正规军的你是志愿军 那就不是解放军的正规部队这是这样的 所以他叫志愿军 他是不宣而战 就没有公告我要我要去介入这个事情没有公告 解放军悄悄的进去打 打了美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所以第1次战役第2次战役第3次战役 连续打败 击退这个联合国军把战线推过了 三八线 1951年1月4号占领汉城 所以突然一下子这么多军队跑出来美军也是打个措手不及 那么1月14号 联合国提出这个停战 但是战场没人领 没人领 然后联合国军在第4次第5次战役就开始反败为胜 又把战线打回去了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军发现了志愿军的一个弱点 就是它的运输线非常的薄弱 他只能打10天 只能打10天 一场战斗只能打10天,打完10天之后 他就打光了弹药,他就必须后撤了,所以 他们发现这个规律之后他们就开始 从整个战场上制空权在美军手里,其实这个仗 没什么 太容易打 其实那场仗不是 就是初期的 初期制胜 那么这是第1个阶段,第2阶段到后期就是 人海战术 对美军来说是很震撼的,就是 就是漫山遍野的志愿军往这个机枪阵地上冲 这是个很震撼的事情 对击如山的尸体 就是美军第1次领教什么叫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史上无数 最后呢到了 1953年6月7号 大韩民国的总统李承晚拒绝 拒绝停战 然后他撤出了谈判代表团 1953年7月27号 参战四方 联合国军 加上大韩民国 这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加上 这个朝鲜人民军 其实是四方 但是由于这个大韩民国退出,所以最后是三方 三方签署这个停战协定 宣布 宣布停战 朝鲜战争就此结束 但是呢其实呢 大韩民国是没有参与这个签署这个停战协定的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南北朝鲜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他因为他没有签署停战协定 所以他们之间的外交军事对峙到现在还在发生 在这件事情上 首先第1个 第1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就是朝鲜战争的这个正当性 正当性是受到质疑的 从90年代开始,苏联崩溃之后,然后不断的美国跟苏联 开始解密,解密一些 朝鲜战争的资料 就是关于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爆发的 然后他的原因在哪里 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逐渐的就 信息就公开了 那么其中一些关键的资料就证明什么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证明什么 中共在撒谎 事实是什么?事实是1949年开始 金日成就在北平,当时叫北平,现在叫北京啊,跑北平 跑这个莫斯科 就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邀请中国一起帮助他解放 南朝鲜 解放南朝鲜 发动一场 联合中国一起 解放南朝鲜 这中国就没干 中国没干 但是呢,金日成的要求就是说你既然不跟我一起打 也行 你给我一些部队吧 结果就什么呢 第四野战军就是林彪的部队,林彪的部队有三个尸 三个精锐尸 这三个精锐尸其实是中国籍的朝鲜 组成的部队 这三个部队其实是三个市,三个市就陆续派到了 派到了朝鲜 编到了人民军里面,所以大家要,大家其实很难想象 其实这个国际主义这件事情在 共产党里面是有的,是有,真的是有的 那么 编入人民军成为金日成 进攻韩国的主力部队 人民军为什么这么能打 其实就是这个三个市,这三个市是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那么有了苏联和中国的支持 苏联就提供武器,中国就提供部队 金日成 50年的6月25号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一口气 三天打下 汉城 三天把 把这个大汉民国的首都给占领了,非常厉害,世界为之震惊 金日成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金日成 挑起了战争 那么战争的一个更深远的背景是什么 战争更深远的一个背景就是 中共建政之后,第1个跟中国签订友好条约的是苏联 苏联跟中国签订友好条约,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当中苏签订友好条约之后 苏联就交出了他的在远东的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就是旅顺口和大连港 合称叫旅大港 旅大港是 苏联在远东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军基地 他把这个,他签了,你签友好条约啊 原来这个亚尔塔 体系当中 苏联是可以占领这个旅大港 作为他的一个军事地地 但你一友好条约,一友好那你没办法 苏联就撤回去 苏联撤回去,实际上他还是需要在 在这个远东地区有一个出海口 于是呢 朝鲜战争就变成什么 所以呢 苏联是需要在太平洋有个出海口 他在太平洋 和这个日本和美国对峙 朝鲜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 一方面 你可以看 在这个语境当中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第1个 中国 去帮 金日成打这一仗 其实不是帮 朝鲜 保家卫国,帮助朝鲜 防卫他自己 是帮助一个侵略者 这是第1个,所以从第1个层面来说 中国在帮朝鲜打仗 帮一个侵略者打仗,这是第1个 从更深刻的意义来说 中国其实当时是在帮苏联打仗 苏联是需要 需要 需要一场这样的战争 所以所谓的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这件事情 就是谎言 这是第1个 这是第1个语境,第2个语境就是志愿军 那么中共一直在宣传这个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但其实这个战斗友谊其实是 在朝鲜的这个语境当中 就是很搞笑,2009年曾经有篇文章叫 朝鲜韩国如何宣传中国抗美援朝 朝鲜如何宣传抗美援朝 这篇文章当时很疯传 这里面这篇文章叫王锦斯写的这篇文章 他当时在文章里面提到呢 这个朝鲜的这个教科书啊,材料里面,朝鲜 所有的教科书 和宣传材料 只宣传一样东西,就是 朝鲜战争是金日成 独立率领人民军 赶走了美国人 志愿军 志愿军在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到 然后还有一篇文章叫这个,还有一本书叫金日成将军与 和 彭多怀司令 他里面讲到这个志愿军,书里这么说,说金日成对彭多怀说 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 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 那你看一下 什么情况 啊 中国人看的这篇文章的鼻子气歪了 鼻子气歪了 还有一个就是板门店,板门店停战协定会场 板门店的停战会场 就是朝鲜这一边 的会场 是志愿军连夜赶建为了签字 然后在这个陈列室 陈列室的这个数以百张,现在当然全部移交给 朝鲜了 在陈列室的照片当中,没有一张照片是志愿军 那么中共这个 中共篡改历史戚风对手 碰见了 朝鲜劳动党,也是篡改历史的这个 这个高手 那么这是第2个,就是所谓的志愿军鲜血 这个实际上不被朝鲜承认 当然朝鲜做这个动作 他也要洗他的脑 他的任务并不是故意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金日成跟人民军捧上天,对吗?这是他的洗脑工程 在这个语境当中,当然没有志愿军的位置 这是 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第2点,第3点 朝鲜战争的结果 我们从现实来看 战争的结果其实非常讽刺 韩国 战争以后,韩国得到美国的支持,韩国经济开始 起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 是吧,在亚洲算是一个经济强国 可是 志愿军用鲜血换来的北韩的政权,政治黑暗名不了身 每年饥荒 每年还需要中国用大量的物资去支援他 而且现在的这个 朝核问题还成为国际社会的安全隐患 你看 这个是 战争的结果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 韩战 发生朝鲜战争,他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 德国的 军事学家 叫 科劳塞维茨有句名言,经常讲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得清楚 朝鲜战争 可以讲是 这个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的一个对抗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 代理人战争 这是这场战争的性质 那么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还是要从现实的角度去看这场战争 科劳塞也说过,这个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要从现实的角度去看待这场历史 所以我们要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领土过章是不是独裁者的共性 这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大家也思考一下 你可以看 希特勒 斯塔林 金日成 还有一个谁 还有一个普京 普京也扩张领土 普京也是个独裁者 他吞并克里米亚 金日成就不用讲了,发动这个朝鲜战争 斯塔林也不用说了 希特勒也不用说 那么他是不是独裁者 领土扩张是不是独裁者的共性,我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包含三个 三个要考虑,第一个 他的动力是什么 第二个 他的代价是什么 第3个结果是什么 你从 我们从这三个角度,三个维度去看 扩张领土的动力是什么 有各种不同的动力,我们等一下我们在互动的环节大家来讨论一下 我提三个问题 第2个 第2个问题就是 中国从习近平开始 抛弃了韬光养晦 然后开始全面对外 我们讲势力扩张 没有领土,现在还没发生领土扩张 那么这种趋势会不会演化成为领土扩张 因为毫无疑问,习近平是独裁者 他会不会反映我刚才讲的 上述独裁者的属性 那么他会不会演化成为,也演化成为一个领土扩张 而这个领土扩张会不会,假如发生的话 会不会就是台湾 这是第2个问题 第3个问题 这次抗美援朝70周年主题展里面 他设置了一个什么呢,设置了一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专题 他这个专题展览里面 有一个专题部分,这个专题部分叫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那问题来了 中国的初心或者是中国的使命 不忘初心嘛,初心是什么 牢记使命到底 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把这个放到抗美援朝的展览里面 他的使命是不是就是打败美帝呢 或者他的初心就是打败美帝 我把这三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到互动里面,我们来讨论好不好 OK 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主题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 模式 就是我也提问题 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不好 这是一个新的模式OK 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只说两遍,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就不要聊天,那么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那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 这个题目对年轻人来说有点 有点 不熟悉,但是没关系 在我们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熟悉的议题 这些议题 很重要,为什么 这些议题构建了整个的洗脑工程的一部分 就是 中共的洗脑工程 有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什么,一部分就是现实 就是每天发生的现实 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另外一部分就是中共 重构了历史 所有的历史它全部都重构 重构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这个谎言是按照他们需要的语境 编写的 所以呢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他这些谎言有很多的构成,就是很多的puzzle 很多的拼图 朝鲜战争 就是其中一个拼图,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包括我们讲 三年自然灾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就是三年大饥荒 他也是个谎言 中共有很多谎言,他把历史重构 我们会在不同的,根据不同的新闻事件 把这些puzzle,把这些拼图的一块一块我们拿出来 我们来重构一下,OK好吗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互动 鸣谢 王老师决议不做美国大选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 只做自己擅长的部分,由此可见王老师对观众负责 也对自己负责,支持王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理解 在这里我也讲两句,其实我不想 这个议题我不想再讲,今天讲完就完,我不再回应 那么有些网友很支持 有些网友觉得惋惜 觉得还是想听 还有一些网友提出 提出不同的意见 我这里是讲,我是想这样,这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 叫什么 五毛啊,攻击啊,各种大外宣的攻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那么多攻击 当然我先反击一下那大外宣的攻击 大家想一下,用常理想一下 这里有个人 是中共患养的外宣 现在在大选期间 正在用人之际,你觉得这个外宣会停下来吗 我告诉你 现在 所有的外宣 最忙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所以这个时候的外宣,那就是博表现的时候 你想拿经费,这个时候你不使劲的 使劲该咬咬,该干嘛干嘛,该骂骂 所以这个时候外宣一定是最活跃的时候 所以 说我不评论这个 不评论这个美国大选 是外宣行为 我觉得这个脑子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们自己想 这是第1个我要反驳一下 第2个反驳一下是什么就是 还是有些网友我觉得 怎么说呢 不能够理解两件事情 就说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 怎么说呢 他是想听 就说 有些人不满意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是什么 第1个原因是 你没有讲我想听,你讲了我不想听的话 我不满意 这是第1个 第2个是 你没有讲我想要你说的话 基本上不满意就是这两种 那么老实讲 我呢作为媒体人呢 我不想讨好任何人 我只是按照我专业上的要求来做我的新闻 有人去分析我有这个计算那个精明 我没那么精明,我要精明的话我们得分 我们的订阅不会这么少 因为我得罪了很多人,其实 在此之前我得罪了很多的人 得罪了很多的支持 就是支持这个支持那个的人 那我为什么现在不做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再纠结 仅此而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有些人想多了 所以我就在最后一次 我把这两件事讲完 我再也不讲了 谢谢,请老师喝一杯光明,因为王老师给我们带来很多光明 光明很惨 光明牛奶 谢谢,声如下话melody,谢谢 谢谢 东野主人,谢谢,支持王先生,林建辉,谢谢 自由雕塑公园CA,谢谢 看到王老师不报道美国大选,感到王老师有压力 赶紧过来表示支持 谢谢 我真心不是压力 真心不是压力,我做这个决定是我不想 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 仅此而已 没有压力 也没有计算 谢谢,保持中立不容易,非常敬佩王先生,君子坦荡荡 王先生放心 苹果一直在,谢谢 谢谢 谢谢 好,更正 三年自然灾害是五九六一,六零六一,OK 69年珍报岛事件,79年是最反击战,就是 中越战争 观点,真不要脸,让朝鲜人民活在金家独裁统治下 叫正义的战争吗,非常恶心的宣传,中共颠倒是非 愚弄人民全是谎言 他们就是编制谎言,欺骗人民 CCTV正在热播六集为了和平,高度赞扬抗美战争,抗美援朝 对朝鲜战争的起源几个字一带而过 同时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者 全国人民感动的一塌糊涂,可悲呀 侵略者是谁,肯定不是美国 美国是根据 联合国 联合国安理会84号决议 带领联合国军 去韩国 支援大和民国 支援被侵略的大和民国,这才是历史事实 观点,我发现在朝鲜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战争 几乎都是所有参战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伟大胜利 而真正获得获益者则避而不谈 所有在朝鲜发生的战争 中国都是输家 从 从甲午战争开始 都是输家 所以中国都是输家 包括朝鲜战争 观点,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是金大胖家族,最大的输家是中国和朝鲜平民 此战之后中国与西方彻底决裂 不过对于中共有三个短期好处 一处理到国民党投降部队 二向苏联递投名状 三方便在国内搞运动,消灭地主和前朝官吏 这个网友已经 已经出道了 已经很调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非常好 问题,朝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掉投降的国军人马 这种说法有多少分量 价值和真实性 有没有中间的考虑我不知道,因为这方面我是第一次看到说处理掉 投降的部队,因为据我所知 整编制的投降的部队通常会把它分拆 一个军分拆几个师 一个是分拆几个 几个团,几个旅,这样分拆,分拆完了以后插到其他的部队里面去 他不会保留他的边 翻号,他会把他翻号撤掉,然后把它拆散,打散 所以如果你说这样说的话,他要处理掉国民党军,那就把它重新整编成一个军队 才能整个都处理掉,否则的话其实是 解放军,他是解放军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 其实国民党军 国民党的降军 一直是有传统,就是这么打散 拆分 插到这个 甚至是 他不是成建制的分拆,他是拆成不同的 部队插到解放军里面去,而且解放军里面也会派人进去 做政委,做指导员等等 其实是要改造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情况,我外公以前是国民党部队的炮兵 被中共收编,被派到朝鲜战场 现在91岁,平日沉默寡言 外公每每喝酒之后就痛骂共产党,欺骗了他 情况,我家朋友有个远房亲戚 当年是湘西的土匪,后来解放军来了被俘,他说 班长以上的骨干要枪毙,他是兵,后来 送到长沙去整训 送去朝鲜 结果又被俘虏了,他选择去了台湾 90年代的时候回大陆,请乡亲们吃了一顿 在春头修了个凉亭,给他唯一的女儿留了一些美元 结果被县里的人说,帮他兑换给骗完了,他知道以后再没回来过 他真是懂 懂共产党 情况,我认识的一位长辈,第一批入朝 藏在粮食车皮里 严令他们不得出声,以避过检查 最后一批撤离 在朝鲜待了八年 他说他是被骗入伍 县里的干部说参加培训,给分配贵族 之后就编进了部队,同去的老乡全部阵亡 他很想把他的故事写出来 情况,其实中共将领都反对出战 毛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知道讲了些什么 不留会议记录 开完会就逆转了决定 观点,CCP说的话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非常正确 韩战最大的后果就是毛太子邀王 这个是董事,董行的 这也是后来毛整鹏的原因,也渐渐影响了毛发动文革 毛发动文革跟这个影响不大吧 我觉得,因为当然 毛的儿子死了 那发动文革,反正这个天下我也没办法延续下去了 我就发动文革,就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们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关联度不大 观点,朝鲜战争所谓的续军战骗局,和大部分战俘 自愿去台湾都值得细说 都揭露了CCP的欺骗本质 续军战肯定是谎言 那么 战俘大部分去了台湾,其实战俘最后选择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其实当时的情况就是 让战俘自己选择去哪里 那么你可以去台湾 可以去回大陆 也可以去 有一部分最后是去了 最后是去了美国 去了美国 那么 大部分 少部分回大陆 少部分回大陆 回大陆的人就很惨 那么去台湾的人 就比较 比较正常 观点 那时的人以为自己是为着伟大的原因奔赴战场,原来是谎言 他们的亡灵怎么能饶过这个流氓体系,毛的儿子回不去中国 想来也是报应,说得也很对呀 的确也是这样 情况多年前,我在想一个问题 朝鲜人民今天的悲惨现状,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 澳门的人民却从未为此感到羞愧和自责 历史书上反复强调我们被侵略,实际上3000年来 死在汉人刀下的亡灵不计其数 从来以后我不再恨日本 OK 观点,苏联也干过跟 中共三年大饥荒差不多的事情 那就是乌克兰大饥荒 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 只能说共产国家的邪恶真是如出一辙 对,乌克兰的大饥荒饿死了300万 乌克兰人 苏联干得非常 苏联干得更 更残忍 他们把乌克兰的最后一颗粮食 都抢光 然后就让他们饿死 就是这样的事情 观点,说到中国与韩国建交也是超级打脸,既然认为金日成政府才能代表朝鲜 也死了那么多人 后来却和伪政权建交,CCP自己不尊重死去的战士 我还是强调那一点 中共的特点是什么 中共的特点就是按照需要 他没有原则 他唯一 他唯一重视的是什么 就是政权 所有对政权有利的事情 我都干 所以跟原则没有关系 没有原则 没有谎言 那不存在,对他来说没有谎言这回事 所以在中共的语境当中 事实的边界是很模糊的 非常模糊 非常模糊 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消息渠道也没用,就像这次疫情 明明是武汉先爆发,李文亮医生被诬陷 这么清楚的事实,中共隐瞒,造成大爆发 结果赵立坚一造谣,立刻全国一起诬陷 是美军在军运 会放毒 真相和事实对中国人不存在,中国人只有立场 中国人只有立场这件事情跟中共关系不大 也不是关系不大,就是中国人只有立场没有 没有对错这件事情 其实是传统使然 中国传统就是这样 就是首先你要讲立场 不讲是非 只讲立场,这件事情是中国的传统 那么真相和事实这件事情呢 只要立场 不管真相 也是中国传统 那么 中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就是 真相 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的说法 或者是立场 这个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 就是中共把这件事情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 观点,我的父亲即使知道是北朝鲜亲戚的 新越南韩也支持 其观点是,只要能打出国威能 投奔社会主义阵营 可以获得苏联老大哥支持 换取技术援助即可 另建国之初打对外战争 有消耗富裕不安分的男青年 并可以利用战备控制物资 削平党内山头 加快社会主义化,精改 等诸多好处 这就是典型的这种 就是叫什么 这脑子已经洗的,已经失去智力了 情况,60年代其实没有资人灾害 而且老人告诉我们 那时候其实丰收的 但好像是大链钢铁不让到地里收割农作物 丰收的粮食全烂在地里 又因为浮夸,农村干部为了完成工粮任务把 家里的粮食全抢去 各个村的民兵站岗,所以饿死了3000多万人 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 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 不是传统,是基因啊 1927年到1936年,所谓的第1次国共内战时期 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 其货之列可见一斑 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不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 在和平时期仍然 库外暴力的政权 1949年之后 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数目 竟然超过之前30年的战争时期 非常正确 观点,扩张是独裁者共同的属性 好,我们来看看 怎么说 独裁的诱因是利益 社会底层是他们获取利益的根基 底层被盘剥久了,难免会觉醒 就需要给他们述崇拜的理由,所以 开始扩张让底层看到他们的强大 同时被占领的人民变成更底层,获得支持 同时独裁者有名垂青史的梦,就像当初毛药比成吉斯坦更伟大一样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 对于独裁者来说 为什么把 这个 动力 和成本放进去 成本是什么 扩张的成本或者代价是什么 其实代价是普通老百姓 对于这个独裁者来说 这些老百姓是什么 老百姓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或者是政治目标的 工具而已 或者是耗财 所以人民在他们眼中 他们只是耗财,消耗掉,所以你可以看 刚才我讲洗脑已经洗,洗得没有智商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他把人民看成了耗财 其实人民自己也觉得人民是耗财 洗脑洗成这样 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他的所谓的这种政治理想也好 所以像民垂青史也好,其实是政治理想 这种政治理想是非常残酷的,实现这种政治理想需要 需要把人民像耗财一样消耗掉 才能实现 所以独裁的 扩张 独裁者的扩张 一方面是因为 因为他的代价 不是他自己 是人民 另外一方面就是 消耗掉这些耗财 然后又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和拉尔博文一样,当然最重要的是没有人约束他 他是不用付出代价的 观点,独裁者未必一定选择领土扩张 只是有领土扩张的风险 这是社会制度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先天性 缺陷所决定的 独裁者选择扩张与否,与独裁者的个人素质 以及国际环境有关 墙内留言OK 观点,独裁者关于领土扩张其实 和帝王差不多 历来帝王强大后也是扩张 一方面是因为对内不用太费力,对外扩张可以 带来对个人权利欲望的满足 另一方面对内继续造神 而现代民主制度国家,其实要满足国内就很累了 先得满足国内选民,各种要求争取选民,很难再有更多的精力 征服另外一个国家,就算武力区劣成功 对那个国家的国民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呢?如果一人一票,不是要亡国的节奏吗 好吧 观点,邪恶中国统治下 中共建政以来没有出过一位 国学大师 大度是唯利是图的教授 情况所谓打出40年和平就是最大的骗局 60年代之后,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苏联 在中苏边境成兵百万 蒙古为基地的苏军战略空军10分钟就会轰炸北京 中共吓得要命 这个威胁直到苏联解体才解除 提问,王老师好,中共敢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是为了巩固政权 现在为什么中共开战反而会丢政权 中共敢打朝鲜战争,中共敢打朝鲜战争是为了巩固政权 不是为了共产政权 跟政权没有关系 因为朝鲜战争其实不是为了打中共 你看一下,我们整个专题讲得很清楚 朝鲜战争根本是一场侵略战争,是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战争 中共去支援北朝鲜 并不是一个保卫他的政权的战争 所以这个 肯定不是 越南战争根本就是中国侵略越南 不是越南侵略中国,所以 这两场战争跟巩固政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中共开战反而会丢掉政权 我们今天不讨论吧 因为之前讲了很多遍,你可以翻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 每次都会讲 好吗 情况,抗美援朝之后,金日成开始大清洗 最终这三个师的延安派全部被大清洗 中国军歌的作者郑绿成也因此留在了朝鲜 留在了中国没有去朝鲜 观点,独裁国家确实会进行领土扩张 因为所有独裁国家最后都要搞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搞到最后会进行领土扩张 否则合法性荡然无存 合法性要不然就来自民主 要不然就来自分工伟绩 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 包括增压边疆少数民主都是这个思路 观点,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 私下场合,共产党员 多具有普通的人性 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缺点 他们或许是父亲 或许是丈夫 或许是好朋友 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人父子相残 夫妻反目 母女相告 私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 那就是党性其作用 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 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 无法相救的势力更多 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那党性是什么 党性我看就是兽性 党性没别的 党性就是一个兽性 就是残暴 为了目的 为了结果 不择手段,这就是党性 观点,我出生在可以自由投票的地方 对于政治讨论引起的家人朋友之间的情绪反应极为熟悉 其实不同政党的候选人都只是当时的党代表而已 大多数 选民并不会把自己当成谁谁谁的粉 川普拜登都是一个代表而已,我选 最可以代表我的人,而不是最完美的人 奥巴马的国安顾问 Susan Rice的丈夫就是共和党党员 两人并没有因为成为死敌 因此成为死敌 我不太明白为何中文推特里各种粉的你死我活的言论 这就是 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 对于政治的不同的理解 那么在民主政治的国家 那么政治是什么 政治是理念之争 在极权的国家 在极权的国家或者是在 这个 极权 独裁的国家 那政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死 这两个不同,两个制度的不同 那么 政治的结果也不同 所以你无法理解很正常 来自中国的人 全部来自极权国家的人 政治只意味着生死 所以他们把这种 对政治的理解带到了 美国带到了推特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 川普的支持者对 拜登的描述和 拜登的支持者对川普的描述 那就是生死 没有为了 情况,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 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人介绍 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 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 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村 乡镇、村庄,每一条街道 都有党的继承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控制范围之内 因为整个政权都要坚持党的领导 这就是中共的党的组织系统 中共的组织系统很厉害 非常有杀伤力 我最后念一个 情况,从退休金的发放,看内部矛盾升级 以后全部从社保卡发退休金 老人去银行办理业务被告知,银行工作人员也没有收到通知 老人们纷纷来到银行门口被挡在外面,大冷天 可怜 可悲可恨 发放到哪里 发放退休金发到社保卡里去 这是第1次听说,你先不转银行吗 先不转了,OK 社保卡 观点 听王老师 切入重点的姿势 形容真相的文字,最后那一抹心痛带着苦涩的讽刺 是一种享受,OK,谢谢 鸣谢一下 Transe Island Republic,请王老师来一杯印度马沙拉茶 很不错 周伟斌,谢谢 Simple杨,谢谢,谢谢王先生的专业知识和付出 陆山,谢谢 Herry冯,谢谢 THW,谢谢 黄正培,谢谢 JJZ,谢谢 支持王先生的一切决定,作为一个独立不见风使多的媒体人,再一个再一个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谢谢大家,谢谢